2022年最新最反转的猎杀美剧震撼来袭 50万人直呼太好看了 无数人直言就算膀胱炸裂 也要一口气跪着看完 今天炎炎斗胆 挑战结束 妻子即将生产 丈夫锤哥却被检查出癌症晚期 投资的楼盘也烂尾了 去银行借钱还惨遭无情拒绝 但紧接着老K却表示 可以免费给他8000万 但条件是让他作为猎物被5人追杀 时间24小时 但他不能使用枪支 不能报警 不能求助 而且必须随身携带定位手机 每过一小时就会短时间暴露精确位置 锤哥想都没想直接拒绝 可老K却说这是他死前能给妻儿的最好礼物 半夜 锤哥看着熟睡的妻子又想起老K说的话 心里有了决断 为了妻子和还未出生的宝宝 他决定参加猎杀 第二天来到约定地点 老K再次告诫锤哥不要破坏规则 一旦违反 猎杀将会永无止境 由于还不知道猎人身份 锤哥觉得身边每个人都想娶他小命 紧接着他冲进了一辆公交车 以为能暂时安全一点 可就在汽车发动的前一秒 车子突然被一个大叔拦住 锤哥心神瞬间紧绷 而大叔上车后还偏偏要坐他旁边 眼看大叔要打开背包 锤哥顿感大祸领头 立刻大声呵斥叫停了公交车 不顾车里人的谩骂直接下了车 而大叔则显得很意味深长 一路狂奔来到商场 然后再冲进电梯 锤哥松了一口气 应该没人看到自己 可下一秒 一只手拦住了电梯门 只见一个西装男走了进来 隔着玻璃锤哥看见了他冰冷的暮光 顿时被吓得一击灵 于是悄悄拿走女人眉笔捏在手心 死死盯着西装男后背 只要他敢一动 就马上扎穿他的眉心 可下一秒 西装男却直接下了电梯 锤哥紧绷的神经才松缓下来 看来自己太敏感了 走在幽暗的走廊 突然 锤哥感觉一股凛冽的杀意从身后起来 猛地转头 西装男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锤哥明白第一个猎人已经出现 立刻夺入狂逃 但退无可退的他只能躲进公厕 随着一阵刺耳的皮鞋声 西装男也到了厕所 而锤哥捏着笔 瞪着眼睛一动也不敢动 不过西装男却不急 他很享受这种猫抓老鼠的乐趣 精致地洗了手 还拿着梳子给自己做了个精致的发型 随后他才慢悠悠地拿起螺丝刀 开始一脚接一脚地踹门 每声巨响都吓得锤哥一哆嗦 随着最后一间门被踢开 瑟瑟发抖的锤哥也彻底暴如无鱼 或许是赢得太轻松 西装男打电话给老K抱怨没有游戏体验 锤哥见此直接用门板撞飞了西装男 锤哥逃到一个车展 可才走两步一把刀子就抵在了腰间 第二个猎人出现 但人太多夹克男不好下手 他威胁着锤哥往人扫地方前进 而赶来的西装男看见猎物被抢 当即就一车子破坏了电梯 锤哥于是趁机给了夹克男一轴子 再次逃之夭夭 来到街上 锤哥由于太慌张摔进了死胡同 等他站起身时 西装男已经追了上来 看着锤哥成了瘟中之鳖 西装男露出了笑容 可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传来 原来来了一个警察 他问锤哥需不需要帮助 可是迫于游戏规则 锤哥只能说西装男是来帮他的 而自己只是不小心摔倒 有警察在旁边注视 西装男也只好眼睁睁看着锤哥离开 而锤哥也决定不跑了 这次他直接抢了一辆小黄车 可刚骑到一个路口 他就被夹克男一的飞扑扑倒